嗨,大家好,我是老魏 今天准备原计划去机场接个朋友 结果呢,他的飞机是提前飞的 然后提前了一个小时降落 我就接了个空 现在已经到他住的酒店了 他跟我说,他从日本起飞的时候 因为他从美国飞到越南 在日本转机 然后在日本转机的时候呢 飞机提前了半小时飞 然后又提前了 提前飞到了越南 然后提前就是下飞机了 而且非常顺利 然后我按原计划去接他的话 我还没有出发 他就已经到达了 那他就直接来到酒店 我们就到酒店会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好,大家好,我是老魏 昨天晚上呢 我跟那个老先生见面了以后 带他吃了个粉 因为天比较晚了 我就让他早点休息 然后今天早上接了他 然后来吃这个羊肉面 这家羊肉面非常地道 每天中午就能卖光 大概十点多就能卖光了 现在我们觉得是九点多了 这是给客人送过去 这个锅是专门煮粉的 这家羊肉店啊我跟杰哥来吃了好多次了啊非常好吃非常地道 这台湾人 真的啊中国中国嗯对 这是我们的对不对 哇看起来就很好吃了 这个美国老先生跟杰哥他是老乡啊 这个美国老师 这家羊肉的 吃完了羊肉呢 就是喝一碗这种冰的凉茶 解腻 特别舒服 我们这一顿总共吃了229000元顿 然后不到10美金啊 不到10美金 大概人民币60块 差不多9.5美金 蒙古大哥来了 来吃一碗你吃粉还是吃面 吃粉粉这里是羊肉啊 对啊 他们会中文他们华人 口条有没有口条 他没有他没有只有这些 他要去给你 嗯 OK 谢谢 请讲的 新名 客家人不得了 其实台湾有很多客人 国际 特殊 雄敬会 全世界哪个国家有 父亲 儿子 本来我们 刚才我们 就等给 韩国 的 你认为他们哪一年 他们 林民国就是这个 韩早 所以我去了以后都没有分够 肯定一百年没有去读书 反正是帮家里面 他们开那个圣语就帮他做做 不是帮不做 所以先退休 退休金也不是很多 因为没有去做什么 可以说说你爸爸一年几岁 你爸爸应该90 90 他说90多吧 他肯定超过一百年了 90多吧 他爷爷到美国了 好的 好的 大哥好的 好 所以呢 我没有做生意 也没有去读书 因为我可以做生意 帮他做 做 我喜欢做 我喜欢做 在美国呢 就是在美国没怎么奋斗过 没有奋斗 美国也没必要奋斗 不是啊 很多很多人比我晚去的话 他们都发财了 奋斗 对啊 他们就奋斗 没办法 公平了 没依靠 我就是有依靠了 什么都不做 也不去读书 潇洒了 就是帮家里面弄一点东西 喜欢做就做 不喜欢做就去玩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唐平吧 他叫唐云 唐 他叫唐云 唐云 我们是唐云 我不是唐云 我都唐去了 这是唐云吗 最老的啊 我们遇到一个骗子 这看起来才30岁 他是83年 我仅仅比我小两岁 你说你33岁 我们还真信呢 好了 看到没 这是81年的脸 这是83年的脸 看着像差了十几岁 七岁吧 七八岁吧 我们只差两岁 但是看起来像差十几岁 对吧 他肯定年薪 对啊 他刚刚说三十几岁 我们都姓了 香港人 没姓没妃 不是 他呢 生活得好 你这个胡子造型很酷 我剪了 短一半的 你剪短一半的 短一半的 短一半的 应该留着 我剃了两天 现在又弄出来 都要刮了 好 因为我 我不想一下飞机 他以为我是那个黑社会 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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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酷 你胳膊上的纹身很酷 你胳膊上那个关羽的纹身啊 在这边 在这边 纹了很多年了 三十年了 对 这个很酷 这个很酷 终于两个字 三十年前的话 我的手臂很粗的 啊 那时候是七零币 那个时候就是 手把黑筋 你吃也不用背筋 我听不懂 你翻译 我听不懂 手把黑筋 就是黑社会吧 啊 也不是 就是说 说笑了 不是不是 就是手划比较粗 去外边吃东西 人家怕你不用说了 下次再来看事情来 让你租飞机票 我退休了 我肯定很快来的 可能过年 那你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越南 没有从来没有 那你了解越南 就是因为您太太是那个 是越南的华 华侨是吧 他有离开很多年了 离开很多年 他他也没有再回来过 他没有回来过 我叫他来 他都说他怕 他说他怕 他怕 他怕 回不去 不会的 下一次可以带他过来了 这是我女儿的 我以为你是 他说 他去越来 以为还有同心的 对对对对 每天都下雨 你穿这个最好了 对 穿这个鞋最好的 这种也不好 这种的 这种它里面是纯水的 就是杰哥脚上这种 别搞纯水的 杰哥脚上这种就好了 因为这里的有什么 你走路 水很脏 很容易 得皮肤病 对 越南这边 街头鸽子都不怕人的 就在我们的身边 今天是星期天 这个西贡河河边上 西贡河河边上 全是喝咖啡的 一排 今天呢 跟几个朋友 我们在西贡河边上 喝咖啡 今天是周末 我身边这位明哥呢 他是来美国 今天是第三天 对吧 第三天 第一天晚上十一点到的 十点多 然后昨天倒石塔倒了一天 然后今天 出来一起喝咖啡 我们这里是西贡河这边 老魏经常到这边喝咖啡 明哥您今年是多大了 我57年的 1957年 那比我爸爸大了 比我爸爸小了几岁 65 小了4岁 65 您是在美国已经退休了 对吧 退休了 刚刚退休 刚刚退休 然后就想出来玩 那为什么会选择越南 其实在美国 住的时间长的话 反而对欧洲的地方 没有多大兴趣 在美国跟欧洲 那个差别不是很大 对 肯定有 不一样 但是反而对东方 好像越南 那个地方 比较有兴趣 那您本身也是 出生在中国 对对对对 所以对东方的元素 更感兴趣一点 对对对 年轻的时候就 上往美国啊 欧洲的地方 年轻大的话 就向往东方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是您来了越南 没有来没有去日本啊 去菲律宾啊或者泰国啊 越南是我第一站 因为对越南比较 比较 心趣比较大 那日本啊 韩国啊 所以说 比较对他的那个 传统有兴趣 嗯 喜欢去 看一下 好像日本啊 嗯 那个韩国也有 但是 以后吧 下一步 那您 在越南这两天呢 就是你是住在第五郡 对 几乎也就是 围到第五 第五郡转呢 对 那您觉得第五郡那边 呃 你对这个初步影响 越南的初步影响 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来的只有两三天 都没有什么 心有趣看 嗯 但是觉得 也是挺 繁华的 挺繁华的啊 就挺热闹的是吧 对 很夜了 街又多 人又多 在美国是很难看到这么多人 哦 对对对对 美国的话就是 连走路 都很想看人走路 每个都开车的 我想周末的时候 美国的河边或者街头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坐 没有 喝咖啡对不对 没有没有 摩托机都很小 那摩托机是用来玩的 不是用来做那个 加动工具的 你之前呢 在就是在网上有没有看 想在胡志明市的哪些景点去玩 没有很大的研究 但是我看到你的视频以后 就一个月前 嗯 我看到你的视频 哎 我觉得 嗯 很不错 所以我想要来 刚好在家也没 没视错 就是 看到越南开放了 嗯 上港的话想去也要隔离啊 也要什么 核酸啊 我这么大的年轻 我都从来没有试过核酸 所以我就不去 嗯 那越南不睡啊 嗯 反正我也打了 啊 山珍那个那个移房 也打了疫苗了 打了疫苗了 那西贡这边有哪些景点 是你比较想去的 啊 西贡 我是从你的视频里面 嗯 了解西贡 嗯 所以你说我问哪里啊 那个好像那个统一贡 对吧 统一贡 我看的视频里面 觉得啊 还行 不错 嗯 还有那个 西贡游局 西贡游局 那是那个建筑是法兰西 嗯 法国人建的 对 还有别的 反正都是从你的视频里面 从我的视频里看的 了解 了解那个 那好 这两天如果有时间呢 我就带你去逛逛 好啊好啊 不是要去太远啊 就是西贡就可以了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 嗯 因为明哥啊也是这个客家人 然后杰哥也是客家人 昨天跟杰哥他们俩见面 呃杰哥说啊 来了老乡了 来了客家人了 所以说明天杰哥是 请他在家里吃个饭 那吃了饭以后呢 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我会带 美国来的明哥 然后逛一逛西贡 啊 然后再给您再做报道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欣赏 祝您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 好啊 宜宙 杰哥 宜宙 宙 宜宙 杰哥 宜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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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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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小